说一说今天新闻 恒大集团在美国申请了破产保护 这个新闻其实并没有更多的一些细节 就简单来说 就是恒大集团在美国申请了破产保护 好吧 谁恒大干嘛申请破产保护 在哪 美国 就这么一个新闻 但是可以解读出很多东西 我们看看知乎最高赞的回答 这是快两千犯 破产清算和破产保护不一样 前者是彻底的强制出清 比如说强制把恒大的资产处理后 偿还境外的债务 注意是境外债务 等于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 他是把美国的一些资产给卖出去来还钱 说后者留一线生机 就是说破产保护是留一线生机 这生机干嘛用呢 说在保护期间 在保护期期内 避免被债权人提出直接破产 你直接滚蛋吧 你直接倒闭吧 破产吧 对吧 你不能提 为什么是破产保护 企业可以在保护期内继续经营 并提出化解债务的方案 就是说避免直接破产 而是说 你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把钱还上 能不能不破产等等 但是也应该意识到 一方面这不是赖账 而是争取一定时间 来推动所谓的境外债务重组 说恒大欠的钱多了去了 唯独他的外债 处理起来非常谨慎 还说看不起国内 非常注重国外对他们的看法 那为啥呢 以后在国内哄不下去了 王健林他们还得跑了 对不对 移民美国了 我成美国人了 那我不可以得跟美国人搞好关系吗 中国可以惹 美国不能惹 说积极推动一些可能的方案来缓解问题 这是对美国 但是对国内 基本就是老连一横 你挨打打地 烂尾楼共用商投诉渠道都没有 第二个是保护 只是申请 而非一定能通过 就是我申请破产保护 但是美国正 美国可能说不受理 我觉得有点扯 不受理 说即便通过了 也是有时间期限的 如果还是处理不了外债问题 那还是回到老问题 内部的义务就能脱 外部的不好护呢 说现在恒大已经明显的资不抵债了 且资产端存在很大弹性 尤其是房地产现在属于下行周期 这个市场很不活跃 卖不出去 估计怎么都会打折 而且债务是刚性的 当企业资不抵债 那么这一定意味着 有的人的利益无法保障 说这就涉及到一个对付 他的顺序问题 就是先给谁 后给谁 这是有个优先级的 所以后边就是看看谁 先被还债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国家比较重视他 二文章很常 有提一提 比如说我国 中国特色 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预售制 这玩意儿只有在中国有 房子还没住上呢 然后先卖出去了 这个放官全世界 没有 中国独死一家 之前进来的梗 像推特 就是前 叫X 叫X 外网 有一个福利机 什么福利机呢 它不是机 它是福利机 机是公主的意思 机 女字盘那个 什么福利机 就是说天天就是露胸露屁股 然后各种色彩能资 甚至打菜篇球 是吧 私下里卖不卖 不知道 有这么一批妹子 在网上 外网 尤其是推特 还有某些黄黑网站 咱们会好好敬自己 买些写真集 是吧 会不会收费上门 不清楚 反正赚了些钱 然后他也很苦逼 他就攒了好长时间 做福利机 是吧 好几年 因为这赚点钱也不容易 终于买了一房 然后被告知 说没钱了 没法交付了 见不下去了 那你为什么要买它 因为它便宜 预售啊 预售就便宜一些 对不对 就像我在 我在steam上玩游戏 一游戏200块钱 你要预售 三年提前预售 可能打一九折 便宜个10% 这钱用来干嘛 一边开发对吧 然后一边提供你试玩板 让你先玩 你先提前买嘛 就你买的人越多 最后游戏的成品 可能越好 房子也是 这种预售之 就是你先没法住房 是吧 给一天样板间 然后告诉你在那 我先改一房 如果如果好 成了你巴拉巴一些东西 性价比很高 可能那一片呢 比如市场均价 比如5万对吧 然后你预售的话 可能4万5 那也占便宜了买呗 所以就有福利机 他买了这个预售房 结果后来叫不了房 因为福利机特别伤心 还天天去那 就是去逛一逛啊 就说哎 说我也挺苦逼的 对不对 就每天呢 去那看一看 看看那房子 有没有可能 就就交了啊 看看那层 对吧 我以后住哪层 我怎么装修 他明明知道呢 可能交不了房了 但是心里呢 还是有一丝丝 这个苦楚 还是有些小希望 就咱严格来说啊 虽然这行呢 在中国肯定是不合法的 但是严格来说 他也算是劳动人民 对吧 他是付出他的体劳动了啊 那时候人就叫 居者有齐房嘛 居者有齐屋啊 就在我看来啊 这比那帮好多 玩金融的那帮人啊 就就还好 对吧 人好歹是靠体劳动啊 拿自己时间肉体啊 来赚钱 那比你玩金融 那帮拉嘴皮一动 狭鼻忽悠 把散户钱给坑的 就是一毛不剩 那不强多了 对不对 人家并不说赚更多的钱 人家只说想买一房啊 没房住 是吧 所以他说啊 这就属于什么呢 这属于啊 庞氏骗局啊 他说呢 一直不理解啊 早在2020年 就应该当机立断 处理恒大问题了 当时一堆喉舌呀 说不能清算啊 拖了两年多了 解决什么问题了吗 即便真的有优质资产啊 也被这个挥霍殆尽了啊 反正拖现在呢 你看优质资产呢 被挥霍殆尽 反正还多了5000多亿的负债 他说呢 我们回头看一看呀 当时说房地产是经济支柱 现在还是吗 说不过是啊 群廊分食居民过去的储蓄 和未来负债的工具 说白了吧 掏空了你的两口之间 六个钱包 不是叫两家人吧 两个家庭 两个大家族 六个钱包 你爹也妈 然后两边的父母 爷爷奶奶 老爷掏空六个钱包 为了供一套房 然后你还得借贷 对吧 你还得出去还钱 就是我一直说啊 这个中国这个房地高啊 那很多人他老不信 一说呢 不高不高 是吧 我跟你说 比什么东京啊 什么纽约啊 都要高 当然你要硬要去抬这杠的话 你说他们这个房地产税也很高 是吧 就每天光租金啊 都交不起 光说买房能买这块地 把那地你试试 你要没钱了 给你收回去 是 养房成本可能是比国内贵一些 但是租售比也很高啊 说白了吧 你中国未来也要收房地产税 你怎么能保证 中国未来收了房地产税之后 它的价格就不会达到像美国那样的模式呢 按照你平米数来收钱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啊 或者按照市场均价的 每天百分多少来收钱 都可能啊 反正你要抬这杠吧 到时候人口说 滚美国去 对吧 还有我呢 就是想老老实实啊 在国内生活 所以我自然希望啊 这个消费的一些东西啊 就不要那么贵啊 不要那么贵 就比如房 那很多人一辈子 对吧 他一辈子就卫套房 你说卫套房图什么呢 居着有其屋嘛 以后我的孩子能在这 参演生息 这菜也挺苦逼的 这一辈子都搭进去了 这趟人家恒大 对不对 钱都搭进去了 还没房 他说呢 现在这个 说恒大问题啊 是既不能活也不能死 无论是活着死了 活着还是死了 都要有人呢 来承担责任 无非这个风险啊 如何分配 谁的利益啊 优先兑付 他说呢 我本人更希望啊 现在所生不多的资源啊 能保多少交楼 就保多少交楼 别再让既得利益者啊 来这个吸这名指名膏啊 来吃这个仅剩不多的资产 就现在想不是说来交楼 而是想说 我这少了钱 我先还谁啊 以后谁 在我破产之后 我先还谁呢 对我更有利 他先想 这些想这种事啊 评论区说呢 现在呀 不让恒大破产 无非是让该撤的人撤走 那问题是 谁是该撤的人 只要这些人呢 撤干净了 剩下的呀 是破产清算呀 还是债务重组 都随便了 早跟你说了 当经济角度啊 无法解释的时候呢 就要从政治角度呢 来考虑 你说加一啊 海航当年呀 也差不多啊 你说呢 在中国呀 经济制度啊 是经济规律啊 是制度的延伸啊 非正式制度呢 超越自然的驱动力 那说白了 就说有些人 他呢 在恒大投资了 投完资之后呢 说我靠你要破产了 那你立下来让我先跑啊 对不对 行啦 那就是为了为了为了 恒大这盘子 假如说啊 2000亿 他这投了可能五个亿 那行 那我得让我这五个亿能拿过来啊 对吧 那行 我我要出点行政命令啊 帮你拖着 让你呢 不会被尽早干掉啊 这样的话呢 牺牲谁呢 牺牲这些 买了这种预售房的人 还有其他被你侵占的人 这样的话呢 对吧 拖到你能把我这五个亿还完了 OK 你该死 死哪去 无所谓了 还有说呢 这个房企暴雷啊 最可怕的是 他是一个庞大产人量 加装建材 钢铁水泥是吧 其暴雷本身呢 会连带引爆啊 整个上下游大量企业 事实上呢 本来就拘亚的几万亿的债务啊 再翻几个翻啊 他说拖了这么久啊 无非是个个礼集团 他想撑最后捞一把啊 桃子呢 不能烂自己手里 但是这个桃子啊 腐烂的速度啊 快到来不及 传给下一个人 你像说 这不碧桂园呢 又提前分红了 老板据说呢 又分了4.5个亿 好吧 这太牛逼了啊 这还有人提这个 OFO啊 当年那个小黄 当年的小黄车 不是现在美团啊 当年OFO非常火嘛 说上一个破产至今 没对付完 应尽责任的是OFO 说恒大烂尾流浪 只不是另一个版本的 OFO的押金 如今呢 OFO啊 又在美国开了咖啡厅 这就是恒大呀 对外债破产保护的意义 就说呢 他在国内已经不行了 那我们有钱偿付这个美国债务呢 是因为我以后要去美国发展干别的 没有 那是我的后路 我不能 我不能把我在后路的这个声誉搞破坏了 在中国啊 我可以言而无信 在中国我可以随便的这个骗钱 不用偿付债务 但是美国我找不起 为什么 美国是我最终的港湾 就会四马男人打 四马在中国随便说随便搞 但是美国 我必须遵纪手法 美国我觉得这个 是吧 我也投资买房 我孩子在美国生活 有个好爹 好老丈人呢 好吧 这个稍微说一下 当年八卦 除了公布金融圈的人 可能关注这个事儿啊 一般老百姓不吃这瓜 就是OFO创始人戴威呢 他爹 他爹叫戴王 他仨对的 反正当过这个中铁集团的副总裁 应该还当过这个化工集团吧 那边的董事长 还是总裁我也忘了 对吧 人爹 人爹是正经的 这个这个央企高管 所以说呢 戴威啊 就是OFO创始人 谁官二代 皇二代 好吧 这个新闻说一下里 喜欢的话呢 欢迎点赞收藏订阅 传案推荐 一键三连 谢谢大家